以下的節目指標及主持人之個人意見,並非等同公眾指標 觀眾有機會因觀賞品味有異,而產生期望落差 請自行參與坊間封平,作出適當的期望管理 今次說到新劇,Titans 首先,什麼是Titans? 電視漫畫,又有大家很熟悉的Batman 他的跟班Robin就是Titans的成員之一 Titans主要是由Robin,Styfarer,Raven,Beatsboy,和Kitflash組成 今次電視版本就沒有Kitflash 而Robin採用的是Dick Grayson的版本,而不是Damian Wing 第一集在10月12日播出 由於是DC Studio的自家製作作品 所以他第一次在劇集中用了DCEU的電影片頭 他們都非常堅持有DCEU的黑暗作風 所以整部電影都非常黑暗 Styfarer的樣子看不到,Beatsboy的樣子看不到 Dick Grayson和Rachel好一點,看到一半 他連Dick Grayson的女拍檔 那個女演員,我是靠聲音才能拍出來 根本看不到樣子 他整集最光的場景就是猜館 因為猜館是有燈的 不過都比Dare Devil 低日櫃 不過他的黑暗是有用的 我覺得他是為了掩飾某些製作下癡才要弄得這麼黑的 Styfarer的造型在播出之前已經被坊間探到無論 由於他整集都太黑暗的關係 所以我完全沒有發現這個角色有什麼問題 而男主角Dick Grayson他擔心了整部電影 最精彩的打電影就是中間Dick Grayson的走廊暗戰 因為這是唯一一場打電影 他整部電影的拍攝質素我相信都算是紫屬中級製作水準 因為他沒有打情節,他的借位比較明顯 第一集來說,他的氣氛是能夠掌握到的 我覺得他的含飾是能夠展示到Gotham City的黑暗感覺 而且他在這部電影中,其實Dick Grayson也有說 他對Batman的感情、過去 算是為了Gotham City的背景,增加了他自己的悸品之處 但問題是他整集有四個主角 但我看完四個,我只是對Dick Grayson有興趣 Batman 其實Raven的故事和Gotham City一樣 但他的故事我覺得不太吸引 Styfarer更加不好看 不過Bistboy我也有點期待,因為真的出了音樂 可能是我的問題,因為我可能有時只看男生 但他整集的剪接是有點散的,有點零碎的 他好像是每個角色做完自己的片段 就突然轉到另一個角色,說另一個故事 你會看不到他前面和後面有什麼關係 甚至如果我覺得他今集只說Dick和Rachel 他們兩個相遇的故事 到下一集才說Styfarer和Bistboy 再說這四個人如何交集,我覺得會比較好 由於他剪得很碎的關係 所以整集好像沒什麼重點 是有點悶的 但如果你只是為了看Dick Grayson Fat Batman 你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背景故事 暫且可以觀望多幾集 期待一下會不會有改善 如果有什麼分享的話,請在下面留下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拜拜 訂閱,按讚和按讚和按讚和按讚 QA 快點讚